東普波羅的巴通關古道 其實基本上就是從登山口走去雲龍瀑布 那這個一定要來回走 非要回頭 不可以回頭 所以我們去寒玉山 八大秀 那這個其實 來回頭還是抓三天 差不多要三個龍頭 抓三天 我們通常就是 吃完早蛋 就馬上在登山口 然後在午餐前趕回來 然後再來是南澳古道 南澳古道也是差不多 單趟大概走一個多小時 它會走在河流口 然後在掉頭 但是這個步道的純粹走是比較可惜 如果你有在渡落的人去 那就真的是精彩 因為南澳古道 它真的需要原住民在旁邊玩 那個才會好 否則純粹去走的話 那你還如說來走彎台就好 歡迎來 然後再來是南澳古道的檜木 檜木神木 這兩個行程 櫻花木 歸那個比較簡單 因為它那個就羅爺尾希 那個臨道 廢道是進去了 那個其實進出大概 進家出也就是 一個半到兩個小時 就全部 總共才一個半到兩個小時 但是它的神木步道就久 神木步道的話 一般的大人來回大概 大概到三個半小時 到四個鐘頭 可能要抓到四個鐘頭 所以通常他們步道的安排是這樣子 因為你早上從部落上去到那邊 最快有八九點了 那所以他們通常會在商業的地方 會帶飯糰然後上去煮熱湯 因為你是跟部落合作 他們會有人在商業準備食物 通常都會在山上晃一餐 然後再來的話是那個 慈母宮孝子山煙紅入紫百合 其實這個是兩個行程 就是本身爬孝子山 那這很簡單 平溪鎮登頂來回 一個小時就結束了 那如果去拉東式的古道的話 東式的古道單趟 看你要走到哪裡 如果你要走到那個月嶺點 折返的話 那也是一樣 大概也是一個多小時 一個鐘頭就一些 但是這些路線激動草術 它主要是原路折返的 其實我通常習慣是 你決定時間 就是到一半的時間 就宣布怎樣 掉頭 比如說你今天預算是三個鐘頭 你就讓你的小朋友走走走一個半 時間到就是掉頭 不一定說 就一定設定要拉到哪個地方 這是一個分享的方法 然後再來的話 然後追入古道就經常 追入古道 要看你是走全段還是走 因為它慈母橋那邊經常有空 所以它非常封閉 就是它只開放你從燕子口 遠路來回 那遠路來回的話 它單趟上去的距離是三公里 所以通常這一段上去 大概就要走兩個小時 你到上面的空間 你馬上下來啊 就在那邊 哇 在那邊混一下 看風景 所以通常那邊上一下 你至少會抓到四個鐘頭 那如果你今天是走全程 就是從慈母橋上 走不回頭路 從那裡的時間 就要更多一點 所以 太魯閣有規定 你在早上十點以前 就要入山 否則它和你摩黑 十點鐘一到就不准 不准走 就會入古道 所以這只全程斷了 其實這一規定 你去太魯閣的入園網站上 都會寫得很清楚 然後 再來是那個 彎壇古道跟平溪 這個有寫啊 這個就是 你知道從彎壇 你前面是彎壇 後面就平溪 你就用自己抓時間 就是因為它是原路來回的 其實彎壇 如果你走到前面的張家 張家中 再走回來 來回也就是 一個多小時 兩個小時 但是它中間很漂亮 其實我們有放過照片 其實彎壇古道 中間有個地方 是兩條溪的飛土 我跟你講 那個真的是 台灣可以拿開 那種俠片的好地方 那個超美的 超美的 然後 那個 所謂的平溪古道 也是一樣 大概原路來回 不要下去 不要下去外套吃海蟬 可是你當最高點 就值得回來 那也是 大概來回 應該就是抓兩小時 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 這個地方蠻不錯的 就是你可以到 彎壇為據點 兩邊走 可以玩到 做彎壇來一天這樣 然後自己帶食物去 帶野菜的食物